我们这份工作还需要一个有学历的人 就算是你不给我这个职位 也不应该对我的人生妄加评论哪 这谁给你灌着臭毛病啊 以攻击别人为乐 你是不是把所有 充满梦想人骂出去就高兴了 你需要看心理医生你知道吗 好 我愿意给你这个机会 我很明白地告诉你 我给你这份工作 因为我觉得你太可怜了 就当我是做慈善好了 让你去真实的世界看一看 就算这样你还是愿意跟我签约对吗 即便被我羞辱了 想想月底要交的房租 想想这份工作带来的虚荣心 每天可以和这座城市里最优秀的族群 进出同一栋大楼 拿着一杯咖啡 挂着一张门卡 穿着职业套装 进进出出的 上班呢也不用挤地铁 出差入住高档的五星级酒店 再也不用挥舞着一面廉价的小红旗 带一群只会找麻烦 挑剔 不愿多花一分钱的游客 再也不用蹲在人满为患的旅游景点 旁边八一盒合饭 所以想到这些和理想一点没有关系的便利 你还是会接受这份工作的 我说得对吗 所以别再说工作是为了理想 我个人认为 大家来工作 都是用自己优秀的专业技能换一份配得上老板给你的薪水 你童话书看多了吧 还是你的阅读水平只停留在小学而已 你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 我从来没有见我像你这样充满偏见的人 这就是你说的真是世界吗 你根本就不懂我们的苦衷 你凭什么这么刻薄 刻薄 是你自不量力好不好 我发现你除了耍两句当导游时的嘴皮子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长处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事业 理想只不过是你们逃避失败的一个幌子 让你能坚持下来 别啰嗦了 签还是不签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好了 今天的面试到此为止 你们可以走了 每一个人都让我很失望 赵总 我们前面各项考核 宁夏 已经是最出色的了 而且之前不是讨论过他的学历问题吗 你已经让步了 刚才那样是不是太苛刻了 苛刻 这点打击都受不了 还怎么出来工作 我们家第一天来面试 能跟你坚持这么几个回合已经不容易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 讨厌学历的 因为我觉得学校 不能教给他们什么东西 我更讨厌那种说我没兴趣 没才能 没运气的人 那他们不会努力啊 这样的话能经得起什么挑战 而且 刚才我给过他机会了 赵总 您 您这样怎么招得到人啊 招不到也比招一群白吃饭的好 秦浩 你个大混蛋 就是你必须让我来吧 你看我又在被人骂出去了 你骂出去你还高兴了吧 我就说嘛 我一个直高兴 我怎么跟别人比 真是 就是你 气死我了 你不这样被人骂 好了好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先挂了 我疼 没事没事 反正也不如所有老门都这样的 只有他就这样的 看来 老板低不下高贵的头啊 怎么 这受伤了还不让人帮忙 你怎么知道我受伤了 我 我 我瞎猜的呀 你是不是觉得你刚刚把我妈哭了 现在围了帮你 觉得不好意思啊 不过没关系 反正呢 我也不想在你们公司应聘了 你也不是我的准老板 别觉得尴尬啊 怎么 不要 用我的手机发一封邮件 标准格式 内容是 我们已经聘用到最满意的员工 全英文 现在 你 你 你要聘用我呀 计时开始 你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那个 密 密码 二零四六 还剩四分四十秒 二零四 为什么不是二零四六呢 问你这么多干嘛 还不快点 二零四 好好好 还有三分钟 但 但 但这个 这个怎么弄了 我建议你先在备忘录里写好要发的内容 对呀 我怎么就给你 我中共 时间到了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你真的不适合这份工作 并不是因为你的学历低 而是因为你太笨了 赵总 其实原来我是不想来面试了 但是我突然发现 能教会我很多东西 我知道我学历不够高 但是没事啊 我可以努力啊 要不然这样子 就是咱们前三个月的 那个适用期的工资 我可以一分钱都不要 这是高学历的人做不到的 我知道我学历低嘛 但是呢便宜有便宜的好处啊 你给我这个机会吧 赵总 真好看啊 老婆老婆快抽我一下 你抽我一下 你干嘛啊 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你没做梦我就在这儿 就在这儿呢 老婆你终于是我的合法妻子了 老婆老婆 走走走吃好吃的去 吃好吃的 三个月时间 我会对你进行严格考核 就当我们打一个赌 赌注就是我们对社会的固有认识 我说你留不下来 希望你能让我改冠 我成功了 你会放进来 一会儿来办公室 领你的第一个案子 来之前请把联系干净 我给你了 爸 我成功了 爸 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你不想再来 我女人会在这儿呢 我对她的码头 我会给你了 但是我去看 你都没有没什么 我可以帮你了 我看我 你把联系好 我这么想要 我可以帮你走 你会帮你 你会帮我 我对你 我对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